致谢,致谢,克里斯听声的谢词,我花八年的时间开发破坏性创新理论,并写下创新的两难来说明。 相反的,我们花了近二十年,精进行销的用途理论,才把它归纳在本书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我有大量有关磁叠基的资料,那让我得出了破坏性创新理论。 但研究用途理论时,我们没有那抹幸运,我们需要向很多人及公司逐一搜集资料,没有捷径可循。 因此,我需要感谢的人很多,他们帮我开发出这个理论的主体,让我可以用它来说明成功创新的重要原因。 二十年前,莫伊斯塔第一次来哈佛商学院找我时,带了很多问题前来。 他读了破坏性创新理论,急于把那个理论运用在咨询事业上,帮助他的客户。 我想,我们当初都没料到那次见面会启动如此漫长的研究和合作,莫伊斯塔和他的伙伴陪迪是最早提出问题的人,他们促成用途理论的诞生,以及日后多年的运用。 过去二十年间,莫伊斯塔和我每季都会见面讨论,每次讨论都让我获益匪浅。 他有着工程背景,职业生涯的初期,有幸获得填口悬疑博士Janity Taguti和戴宁的指导。 他在工作上持续地应用及塑造用途理论,那为我们丰富的合作成果奠定了基础。 我鼓励他创立重新连线集团,把用途理论套用在客户遇到的创新挑战上。 我把他和这个理论介绍给我合创的创建顾问公司,也多次邀请他到我的课堂上分享用途理论的实力。 我想不到比他更好的理论代言人了,看他随机访问观众,就像看到魔术师表演魔术一样,他又是观众分享的东西总是令我嘖嘖称奇。 我很珍惜我们多年来的合作关系,更重要的是多来的情谊。 财界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库克多年来也是用途理论的爱用者,早年他的想法帮助我们建立理论。 2005年,我和他及本书的合作者霍尔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第一次撰写有关用途理论的文章。 我们多次讨论这个理论如何运用在他的公司上,后来他帮我了解很多负面用途,也就是顾客不想做的事情。 多年来,我和库克及他的员工对话时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组织要持续专注于顾客想要的产品用途有多么困难。 我们有很多的看法都是得益于库克和他的团队。 在开发理论时,我发现找到言之有误的怀疑者是很难能可贵的事。 迈克·克里斯听生Michael Christensen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及被科学者,也是我儿子,他正好就是这个角色。 迈克和我经常为了用途理论的解释能力争论不休,我已经不记得对此辩论几次了,他并不愤世嫉俗,他只是在追求真理时,对学术的完整性要求极高。 他的质疑促使我们把理论修改得更好,我很感谢他勇敢质问老爸,用途理论也因此变得更加完善。 代夫·珊达尔·Dale Sandow与我合作多年,最近他担任克里斯听生研究院Christensen Institute的资深研究员。 珊达尔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更了解理论必须建构得多么稳固扎实。 他听到有人假装内行时,不必等话讲完,就听出那内容大有问题。 他也知道哪些理论学者值得信任,哪些不值得信任。 我很感谢他帮我未用途理论找到运用范围,我想他跟我一样喜爱好的理论,但他非常坚持理论必须精进到完善时才能公开。 我的同事德瑞克·范贝佛·Derek Van Beaver能言善道,见解过人。 每年在他的领导下,我们会邀请几位最优秀的毕业生来参加哈佛商学院的创新成长论坛。 这些人都是最顶尖的人才,他们来哈佛商学院一两年,开发、改进及传播创新与管理理论。 马克思维索、Max Wessel暂时割下职业生涯的发展,加入论坛两年,帮助我们塑造及精进用途理论与应用。 他的贡献使用途理论变得更稳健,对现实世界的经理人更实用。 他持续提供宝贵的洞见,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非常感谢他的贡献。 老拉带Laura Day加入论坛一年,帮我们推动想法,协助团队在现实世界中发掘用途。 他对主题的热情使每次讨论不仅成果丰硕,也让我乐在其中。 也帮我们了解用途理论如何和他们开发的其他管理模型互动。 多年来,用途理论因创建顾问公司的同仁努力思考及实地应用而收获良多。 尤其是管理合伙人史考特·安东尼·Scott Anthony,他和我为这个理论想出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他一直是我信任的合作伙伴与朋友。 资深合伙人乔塞菲尔德·Joe Sinfield率先把这个理论硬。 用在大企业上,因此对这个理论贡献卓注。 创建顾问公司与财新百大企业的合作,让我们有机会挑战如何使整个企业都热情接纳用途理论的概念,并把它融入品牌团队和事业的活动中,让不同层级的经理人了解用途如何驱动策略和计策。 我的教学同事范贝佛,切特修博,Chad Huber,史蒂芬,卡夫曼,Steven Kaufman,罗利麦唐诺,Rory McDonnell,史赵薇,Willie Shee,拉吉·乔杜里,Raj Chaudhury,雷吉尔·马丁,Ray Dio Martin,是世界上最聪明、无私的人。 他们每天运用我们的理论来探索如何解题,以及如何为企业创造成长机会。 但他们也找出我们的研究还无法解释的情境或结果,帮我们解释那些异常,改善理论。 我以前知道他们如何传授MBA课程,现在他们指导我如何传授我的课程。 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和这群优秀的人才共事。 这几年来,还有很多人和我们分享重要的洞见。 大创意集团,Big Idea Group,Big的创办人兼执行长迈克·克林斯,Mike Collins,是我认识,最早运用用途理论,而且成效卓著的执行长之一。 杰拉德·博斯特尔·杰罗·布斯德尔和丹尼斯·尼特浩斯·Denise Niterhaus和我一起和写用途理论的早期文章,在塑造及分享早期的理论中扮演要角。 哈佛商学院的院长尼丁·洛瑞亚·Nitian Noria在培养哈佛商学院的求知风气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一直是创新城常论坛的支持者,那个论坛帮我们和上过打造与维持成功企业课程的7500位学生保持交流。 这些毕业生就像以前上课一样,持续为我们寻找这个理论还无法解释的异常,并用理论来打造公司,而且很多公司都非常成功。 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克里斯厅生研究院的同事也是如此,他们提出一些当今组织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寻找解答。 我把他们当成圆桌武士,他们都是离开蓬勃发展的职业生涯,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研究管理问题。 接下来要感谢的是我的梦幻团队。 我很幸运能与霍尔·迪伦·邓肯和写这本书。 霍尔是我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届学生, 我还记得当时他坐在中间偏左上方,靠走道的位置。 多年来他和我多次合作,或许最重要的是他和我和写刊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第一篇有关用途理论的文章。 我之所以找霍尔合作,是因为他总是可以为我们的作品增添一些实物经验,并提出一些合理的质疑。 而且他讨论时总是对理论充满热情。 他反映机灵,讨论时擅长举一些有趣的对比和例子,非常幽默风趣。 迪伦可说是世界上最棒的作者和编辑了,我们合作过两次,包括这本书和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他擅长把学术思维转变成实物界人士真正了解及运用的东西,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即可见得。 我很感谢他不辞辛劳的投入,努力把这本书写得更好。 但他在这本书里的贡献不只是作者而已,他也是难能可贵的思考伙伴、合作者和朋友,与他合作真是三生有幸。 过去十年,邓肯因为协助开发及落实用途理论,使他成为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博学多文及创新的实践者。 身为创建顾问公司的资深合伙人,他与许多全球企业一起因应困难的创新与成长挑战。 我知道他的努力在那些企业里留下持久的影响,他对这本书也有同样的影响力。 我们在了解及说明用途理论时,一起厘清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与挑战。 早在邓肯开始思考创新以前,他就已经在哈佛拿到物理学博士的学位。 在我们的互动中,他卓越的分析力使我获益匪浅。 虽然一般惯例不会称他们是共同作者,但是少了艾密利、史耐德、Emily Snyder和乔恩·帕尔默、John Palmer,我们就无法完成这本书。 他们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也改善了这部作品的品质。 史耐德担任我的助理五年了,每天都以过人的热情帮我处理大小事,让每位来这个办公室的访客宾至如归。 我雇佣帕尔默时,就知道他会是我们团队的一大资产,但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贡献有多大、多快。 他不仅迅速熟悉这个办公室里的复杂理论、人事和专案,也贡献良多。 我愈来愈依赖他的敏锐思维,无限活力,或许最重要的是他的卓越判断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仁及一辈子的朋友,非常感谢他们愿意每天跟我一起合作。 近20年来,我的经纪人丹尼史登·丹尼斯登与他的同事克里斯汀、索贞卡普·克里斯·克里斯汀和奈德·沃德·奈德·Nedward为我的重要专案提供大力的协助。 感谢他们的细心值,因以及努力确保我们都很重视的价值观。 本书的编辑霍利斯,还不许Holice Humbert是多年来的重要伙伴,他有罕见能力,同时支持我及编册我, 还有过人的编辑技巧 而且相信卓越的点子 是激励我们整个团队的重要来源 最重要的是 我想感谢我的孩子 马修 安 麦克 史宾色和凯蒂 他们是我的完美团队 他们质疑 测试 编辑 运用这本书里的每个段落 我们的孩子现在都有自己的事业 我和妻子克里斯汀 都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骄傲 除了因为他们善用 我们在家里讨论的管理理论 我和克里斯汀最感到自豪的是 他们每天都记得 上帝为什么派我们到这个世界来 我们教导他们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的孩子 他们的伴侣 我们的孙子也教我们这点 为此 我永远心存感激 最重要的是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 这本书里每一页 都有他留下的金蹄洞 剑辑编辑巧思 我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生伴侣了 能有他常伴左右 我背绝千然 满怀感激 霍尔的谢词 生命中的重大事件 通常是在出乎意料下 疏然降临的 我与克里斯汀生的常年情谊 也是如此 24年前 我第一次踏进克里斯汀生的课堂时 完全没料到 未来会展开如此精彩的旅程 这些年来 每次和克里斯汀生对话以后 我对他过人的耐心 智慧与良善总是充满了感激 克里斯汀生 非常感谢你 我也想感谢合著者迪伦和邓肯 邓肯精确的逻辑思维令我羡慕 他让复杂的概念显得井然有序 使这本书变得更有看透 任何人想要写书的话 我都希望他会有迪伦那样的伙伴 我常觉得 我像童话里的鞋匠 夜里把制鞋的布块摊在桌上 隔天醒来发现鞋子已经完美地放在工作台上 与迪伦合作就是这种感觉 克里斯汀生的办公室主任帕尔默 在这个专案进行到一半食材加入我们 但他迅速赶上进度 完全没遗漏任何细节 如果你很幸运 你会在生活中赞叹你与帕尔默互动的时刻 每次他一出现 几分钟那你就会心想 没有他怎么办 他一出现 总是可以瞬间让我们做的一切变得更好 更容易 更有趣 你要是寄给克里斯汀生一封电子邮件 会马上收到回信写道 艾米利·史耐德掌管我的世界 此话一点也不假 而且是一大福气 事实上 与克里斯汀生和史耐德合作多年后 我也很希望史耐德能掌管我的世界 感谢以下几位朋友与同事 他们都非常睿智 对我极其大方 赫博·艾伦 Hard Allen 鲍博·巴洛奇 Bob Borrachi 贝瑞塔皮诺 Berry Calpino 史考特库克 Scott Cook 迈克·德潘菲利斯 Matt De Panfilles 克雷格·杜比斯基 Craig Dubitsky 贝瑞·戈布拉特 Berry Goldblatt 杰森 葛林 Jason Green 布莱恩·哈利根 Brian Halligan 罗德 赫根 Ron Hogan 史蒂夫·修斯 Steve Hughes 赖瑞·基利 Mary Peely 吉姆·杰尔兹 Jim Kills 彼得·克莱 Peter Klein 史戴斯林赛 Stace Lindsey 希拉·马切洛 Shilla Marcello 皮特·莫利克 Pete Mollick 泰特·麦高利 泰特·麦高利 湯姆·莫娜汉 Tom Monaghan 帕克·诺伦 Parker-Noran 迪亚哥 皮亚森提尼 Diego Pierre Chantini 迈克·雷诺 Michael Rainer 在尼尔森公司和剑桥集团里 每天我们都有很多机会把创新的概念应用在现实世界中 为此 我非常感谢这两处的同仁 爱德华多·萨拉扎 Edwardo Salazar 和他的团队打造了现实世界实验室以测试我们的理论 并在哥伦底亚创造新的成长业务 萨拉扎证明创新与疯狂的交集是生产力极其旺盛的地方 几年前 安克里斯听生 Anne Christensen 与我合作一系列的专案 那些专案和新兴市场的高层长工 私有关 安让我的思维更加敏锐 改进很多概念 也让这本书变得更好 任何怀疑创新能否改变世界 甚至拯救世界的人 都应该认识一下林达·罗腾堡 Linda Rothenberg 以及奋进集团 Endeavor的团队 20年来 罗腾堡一直是我的好友 并带给我很大的鼓舞 与他及上千位组成奋进网络 Endeavor Network的创业者合作 让我们有机会 在各行各业 及各种文化中 应用及改进我们的理论 维瓦地集团 Rivaldi Group的艾瑞克 乔兴斯瑟勒 艾瑞德·周琳斯德勒 不仅是好友 也是难能可贵的思想伙伴 近几年来 他多次从繁忙的工作中腾出时间 帮我整理及强化一些不完整的想法 莫伊斯塔对用图理论的贡献 和其他人一样多 他跟我情同手足 我认识的第一位卓越创新者 是我的外祖父哈肯 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他是改变世界的天生创新者 学校教他人类的心脏太复杂 难以动手术 但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 大家对心脏的了解太少 于是 他成为心脏手术界的先驱 为130位二次大战的士兵移出炮弹碎片 没有一人因动手术而死亡 后来 他看出很多病患动了危险的手术后存活下来 却再转到病房复原时过时了 他早在我们想到用图理论以前 就运用了这个道理 整合不同的医疗部门 打造出全球第一个家户病房 拯救了无数的生命 我想 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一些作者是独居隐士 但是对我们来说 写书其实是全家人的事 我太太凯伦和女儿帕内洛普吉哈德利 都为这本不太可能被他们列为圣诞礼物的书 做了无数的牺牲 但他们送给我全世界最棒的礼物 充满意义 关爱与笑声的生活 这本书占用了许多我们家人相处的时间 现在让我们好好玩乐吧 狄伦的谢词 克里斯听声的来电总是 带给我有趣又令人振奋的惊喜 这本书也不例外 我觉得我很幸运 有机会再度与这位永远都是内摩卓越 善良 大方的人物合作 而他正好又是全球顶尖的意见领袖 这可说是锦上添花 对我来说 与克里斯听声密切合作 永远都是千在难逢的机会 我从来不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恩典 在克里斯听声把我们四个人集合起来 写着本书以前 我本来不认识另两位合著者霍尔和邓肯 但我很幸运有这个机会与他们合作 后来我们为了这本书掏心掏肺 倾注全力时 我时时刻刻都很感谢 能有这个机会与他们共事 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都不知道霍尔是何时睡觉的 他对这份工作的投入 动线和热情从未减弱 邓肯对于用途理论 在现实世界的运用 了解极其广泛深入 无人能及 而且他非常擅长 以浅显易懂的方式 说明及分享复杂的概念 我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了很多 我对史耐德和帕尔默 有说不完的感激 他们也是这本书的合作伙伴 以多到令我难以想象的方式 支持及陪伴我们 无私地奉献 史耐德彷彿为我的生活 带尽了一缕阳光 让我随时保持高昂的热情 帕尔默虽然比较晚加入我们 但他马上变成 我们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这事上找不到他不擅长的事情 他们两人都是令我安心地依靠 我和莫伊斯塔之间 有过无数的对话 每次都是他主动问我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他总是热情地分享思维 经验和概念 这些都深深融入在这本书中 看莫伊斯塔进行用途访谈 就像看大师表演特技一样 希望我们已经透过这本书 阐明了他对用途理论的过人动线 我非常幸运能够接触 道成常创新论坛 及克里斯听生研究院的卓越人士 听取他们的动静 这里我想特别感谢凡贝佛 和带在百忙中特别波隆帮助我 另外 巴特曼 欧九默 猥索 崔西洪恩 Tracy Horn 也在过程中提供协助 克里斯听生研究院的珊达尔 是真正的伙伴 热情的花了好几个小时 与我们深入探讨用途理论 我也很感谢安克里斯听生 利贝卡福克 Rebecca Ford 以及热情的事实 核查员麦克·德逢纳斯 Michael Davines 德逢纳斯帮我在写书的过程中 因应各种挑战 我也要再次感谢史登策略集团 Strand Strategy Group的顶尖团队 史登 塔普 阿尼亚 崔皮组 阿尼尔特斯 以及哈坡克林斯出版公司 Harper Collins的编辑海布许 及其助理史戴芬妮 西区考课 Stephanie Hitchcock 海布许的热情鼓励 及专业指导 总是在支持与鼓舞之间 拿捏了最势的平衡 西区考课 一直是我们的优秀盟友 我想感谢勒布朗和南星罕部下大学的团队 修博 库克 罗兰 吉伯特 惠特曼 伯恩斯坦 唐恩和山间医院的 团队 康利 可汗 高莱 苹果的约翰 科西 John Koch Intercom的戴斯崔诺 Death Trainer 和伊尔耿麦凯布 Ewan McCabe 精准营养 Precision Nutrition 的菲尔卡拉瓦乔 Phil Carvaggio 庄辰 SC Johnson 的劳伦赖基 Warren Leckey等人大方帝播出时间 热情地接纳我们的理论 并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谢谢诸位帮我们把这些概念 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我的智囊团 包括过去与现在的朋友和同事 我很荣幸能有这抹体贴大方的靠山 拉结时 比利莫里亚 Rajash Bilamoria 花了好几个小时 和我讨论用途理论 他不仅很有耐心 也带给我很大的启发 每次我需要欧沃斯时 他总是在我旁边 创建顾问公司的安东尼 提供迅速又有见地的意见 马洛里 德威诺 Malorie Buano 总是毫不迟疑地 回应我无数的询问 谢谢哈佛商业评论的优秀同事 詹姆斯 德弗里斯 James Deiris 热心地帮忙 同事 珍海菲兹 James Heifetz 和艾美高洛 Amy Gallo 在整个专案进行的过程中 也透过网络 帮我维持理智和笑容 最重要的是 我之所以能花无数的时间 投入这个充满挑战的专案 是因为有家人的支持 谢谢我的女儿 贝卡和艾马鼓励我持续追逐专业的梦想 同时激励我永远以自己的梦想为优先 谢谢我母亲玛丽连迪伦 Maryland Dylan 以敏锐的眼光 阅读了这本书 以及我写过的其他重要专案 也谢谢她跟我一样 在乎我的工作 最后 我要感谢我的先生理查 她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感谢她了 当我为这本书 进行数百小时的对话时 她总是在我身边 她也是我最忠实的点子顾问 提供值得深思的想法 以及有建设性的评论 在恰当的时机 默默在我的桌上放一杯咖啡 耐心聆听我说话 从来不会暗示 我可能讲了太多行话 这本书反映了 她对我的无条件支持 没有她的话 我永远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邓肯的谢词 我很幸运能从头参与 撰写这本书 若不是克里斯听声的支持 不可能办到 12年前 加入创建顾问公司时 我很荣幸认识她 并与她共识 我一直很钦佩 她提出强大新概念的能力 还有她从事教育 写作 说故事的过人天赋 她也是我认识最善良 大方的人 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 和她合作 这个令人振奋的专案 我们这个团队 让本书的撰写 不仅充满成就感 也是相当愉悦的过程 与另两位合作者 迪伦和霍尔的合作 是一大乐事 迪伦擅长写作 即说故事 也是我认识最和气 聪明的人 她让我们这个团队 有效地合作 按计划进行 霍尔因实物经验丰富 总是有 原人不觉的心动线 和妙趣横生的故事 她的幽默感 让我们获益匪浅 我们的核心团队 还包括史奈德 帕尔默和塔拉高斯 Telagos 他们以多种方式 贡献这个专案 并提供智慧及正能量 虽然我是以创建公司 合伙人的身份 参与本书的撰写 我认为我的任务 不只是贡献我的想法而已 也在于传达 多年来创建公司 其他同仁 所开发出来的 卓越研究和概念 塞菲尔德和安东尼 未用图理论 开发了基本概念 他们也开发出 可以应用在 大型组织的多种方法 多年来我和安迪瓦德克 Andy Waldett 及马克强森 Mark Johnson 的多次讨论 以及最近和派翠克维格瑞 Patrick Vigery的讨论 也让我获益良多 凯西 欧罗夫森 Kathy Olufsen 和爱凡 施瓦兹 Ellen Schwartz 根据他们在编辑 写作 行销方面的专业 提供许多睿智的意见 和卓越的点子 我很幸运 能在如此鼓舞人心的组织里 成为领导团队的一员 多年来共事的 许多客户和同仁 都帮我塑造 用途理论的概念 但我想特别感谢为这本书贡献时间 和故事的鸡尾朋友 尤其是古雷 蒙森 高莱 奈尔 他们大方帝波隆受访 耐心地与我们分享 激励人心的故事 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 这一路走来 无论我中途换了什么道路 父母和兄长布莱恩 一直都很支持我 他们的支持 也对我的人生 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也想感谢 罗德岛的家人 艾德 克莱尔和克利斯汀的关爱与支持 最重要的是 我要深深感谢那人苏珊 和女儿左依 他们总是能让我站路微笑 激励我 给我方向 提醒我什么最重要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修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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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装